大家好 我是益胜 歡迎收看星期二晚上8點整的益胜 說給你聽說出股市大小事 那時間過得很快 那現在已經來到2023年的尾聲 那我們一樣呢 持續的帶大家來追蹤國際上 以及台股近期的重點消息 最近我們時常收到很多朋友的私訊 因為實在是詐騙這段時間很猖獗 醫生在這裡要稍微重申一下 醫生目前沒有在經營個人的賴群組 也沒有在代進代出 希望大家在歲末年中努力撞紅包的同時 千萬不要被一些詐騙訊息給騙 節目開始前別忘了 幫我們按讚訂閱及分享 好那我們馬上來開始今天的節目 首先我們來看到國際上近期的關注焦點 美國將在這週來公佈 他們11月的PCE物價指數 那根據聯準會13號公佈 對通膨的預測來看 這個PCE物價指數 渴望在2024年下降到2.4個百分點 而且呢 2025年還會再降到2.2個百分點 並在2026年呢 達成降到2個百分點的目標 調降了聯準會在9月的預測 那給出更為緩和的預估 因此呢市場也預料啊 這個11月的PCE數據將會持平 而這個白宮的首席經濟顧問啊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不然納德呢上週我表示啊 近期經濟數據擴大了美國通往 經濟軟著陸的道路 那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啊 通膨呢將會持續的降溫 但是呢聯準會的官員 對於通膨降溫仍然不敢大意 像是呢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啊 威廉斯15號呢 受訪時就表示啊 降息呢 不是聯準會目前討論的話題 那聯準會呢 將會持續的靠數據來決定方向 那如果呢 這個通膨緩和的趨勢逆轉 那聯準會呢 就會準備再次的收緊政策 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啊 這個古爾斯比呢 也在專訪的節目中表示 現在宣布戰勝通膨還為時過早 那官員接連對於降息啊 潑冷水的發言呢 也讓市場更加關注 接下來要公佈的經濟數據 那本週呢 另外一個受到關注的 則是美國的記憶體大廠 美光 要來公佈上一季的財報 那市場呢 認為啊 受到營業支出增加的影響 預料呢 美光美股將會虧損1美元 那營收呢 則會略低於自家的財測 但是呢分析師也認為 供應情勢改善以及價格回升呢 都將有助於提振美光的全年展望 並預測呢 美光的股價 將在2024年持續走高 那以上呢 是針對近期重點消息 一個簡單的整理 先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到近期 非常火熱的一個 AIPC相關的消息 那疫情紅利消退之後啊 全球的PC銷售量 連續七個季度下跌 而明年呢AIPC的問世 將為產業注入新的火水 成為PC產業 歷經兩年低潮後啊 最重要的轉捩點 尤其呢上週啊 Intel舉行的這個處處是AI 這個AI-AVWARE的一個八部會 那發表呢 已經導入AIPC的全新處理器 這個Code Ultra 那它不但是呢 這個Intel4製程技術的首款處理器 更是號稱40年來 第一個內建AI加速器 也就是呢 NPU神經處理單元的一個處理器 可以提供更高效能的AI加速 那比前一代產品啊 高出2.5倍的能源效率 那各家呢PC品牌廠 包括聯想惠普 華碩 宏基 維新等呢 也跟上腳步 那AIPC呢 新產品都陸續的開案完成 將在明年就是2024年1月的CES展中亮相 讓人呢給出預測 認為啊 這一些相繼推出的新產品上市啊 渴望掀起一波AIPC的換機潮 而且呢看好在2024AIPC的元年 應該呢就是這幾間公司的主場 那Intel呢 對於AIPC的成長性呢 也樂觀的看待 執行長啊 這個基辛格更喊出啊 2025年達到1億台的規模 而且呢 AIPC規格升級啊 不只牽涉晶片和軟體 包括零組件供應鏈 都被看好受惠 其中啊 高盛就點名四大ODM台廠受惠 調高包括廣達 音樂達 人保 合作的目標價 看好他們明後年受惠產品組合 升級到AIPC 和AI伺服器 帶動平均銷售價格提高 並提高營運的效率 那Dictize 日前呢 也表示啊 AIPC 同時也需要 以Online更多的記憶體 更優質的電池 規格更高的相機 以及更好的散熱設計 並表示呢 每一個環節都代表 這一個商機 那相關的供應鏈呢 我們也都幫大家整理在 這個表格當中 提供給各位 那以上呢 是關於這個AIPC 近期的資訊 那提供給你們來做一個參考 好 那近期呢 除了一向是台股大中的電子類之外呢 這個飛電族群啊 也陸續的成為盤面的焦點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帶各位看到 滿血復活的鋼鐵族群 那曾經一段時間的鋼鐵人 近期迎來了利多消息啊 在鋼鐵產業面啊 這個法然表示呢 國際備鋼的行情 蓄熱 那美國主力鋼廠 在汽車工會罷工結束後 開始強力的拉抬鋼價 那歐洲訂單呢 出現復甦 亞洲的鋼廠也陸續加入 提價的行列 那中國大陸三大鋼廠 明年1月盤價全面調漲 國內的鋼金需求也有撐 那全球的鋼價漲勢確立 整體的事況看望 那明年呢 鋼鐵產業有望呈現 駕升量穩的走勢 那更有樂觀的鋼廠認為啊 鋼式龍井可以看到明年第二季 加上呢 在第四季將有 防治污染的減產 那鋼鐵供應減少也有 利於後市的發展 那根據呢 世界鋼鐵協會預估啊 明年全球的鋼鐵需求量 將會年增1.9個百分點 大約是3460萬噸 此外呢 由於這個通膨趨緩 升息循環呢 有望告一段落 那各個國際組織呢 對明年全球經濟 大多樂觀看待 也有助於全球鋼鐵需求增加 而台灣的鋼鐵龍頭中鋼 明年第一季 新盤價七大類的鋼品 全部上漲 那業務副總啊 劉敏雄表示啊 那歐美明年降息的機會蠻大的 那到時候呢 美元指數下降 原物料行情呢 將會走揚 那如果這個俄烏 和尾巴戰爭結束啊 只要戰後重建 題材浮上檯面 很有信心 明年的鋼式可能用噴的 而且呢不同於今年前幾次上游漲價 中下游 卻無法與陸均沾的上肥下售的局面 這一次鋼鐵業者復甦啊 連中下游的業者也有感 例如呢 直接受惠的這個單壓廠訂單啊 就暴增 那鍍面烤漆廠業績呢 也開始成長 就連 忍了一整年的這個螺絲扣建廠近期也開始有 極丹出現 讓市場相信啊 鋼式的春夜真的來了 那以上呢 是關於這個鋼鐵人 鋼鐵族群近期的一個資訊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個受到關注的這個 飛電族群啊 那也就是呢 碳權相關的這個題材 因應全球近零碳排浪潮 協助企業永續發展 那台灣碳權交易所啊 要在這個月22號正式啟動碳交易 那進入呢 碳排有價時代 上架商品呢 都是國際認證單位 像是這個GS 或Vira的一個認證的碳權 包括呢 來自於東非的捷徑水源 南非以及亞洲的再生人員 升職人員等等 那受到這個碳權交易題材激勵的 包括造子類股 碳管理平台 以及呢 擁有碳權資產的相關個股 那其中呢 法人點名啊 有望成為台灣第一家任列碳權收入的公司啊 就是8085的浮華 它是隸屬於大同集團旗下的 生產這個電子零組件 與面板背光模組的浮華 那積極呢 搶攻碳權商機啊 今年呢 第三季成立了子公司浮華智能正式 投入東南亞自然碳會 與再生人員開發領域 那碳會呢 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 或人工的倉庫 有點呢 像是外匯存底 那通常呢 不動用 而天然的二氧化碳倉庫呢 意味著大自然 靠著生態系統中原有的運作方式 就可以處理這個二氧化碳 那常見自然碳會 像是這個森林草原 濕地 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等 那浮華公司呢 計劃透過保育 富裕自然碳會計劃 達到呢 固碳效果 並透過第三方的機構 包括呢 Vera GS ACR 或 CAR等認證 那麼進而取得自然的碳權 而且呢 他在印尼的碳權專案審核 即將要進入最後的階段 預估明年上半年就可以任列碳權的營收 並且呢 預期啊 隨著這個碳權價格增加 2025年碳權銷售的毛利率 將會突破80個百分點 而且呢 碳權的收入的貢獻 有機會挑戰一個股本 那以上呢 是屬於碳權概念近期的一個資訊 好 提供給各位來做參考 那最後呢 我們再看到一個就是最近 也是市場關注度很高的一個 航海王航運類股的部分 那近期呢 這個貨櫃海運啊 爆發了鴻海危機 夜門呢 仿政府組織親眼運動啊 頻頻的發動飛彈與無人機 來攻擊行精的船隻 迫使全球前五大航商 包括地中海航運 馬斯基 赫伯羅德和達飛海運集團 相繼呢 宣布暫停 鴻海的航線 那國內的貨櫃三雄 包括長榮 陽明 旺海 也都因為安全的考量啊 陸續跟進 宣布將會暫停通行鴻海 那市場研判呢 在巴拿馬因為 鋼和運量大減的時候 又遇上鴻海航程受阻 可能推升貨櫃的一個運價 那航運業者指出 鴻海危機恐怕比兩年前 長榮旗下的長次輪擱淺 造成的大排長榮更嚴峻 那航運諮詢公司指出啊 如果大型的貨櫃航商 都宣布暫停鴻海航線 對於這個蘇伊士運河啊 以及當局呢 可以說是一場災難 而航商如果選擇 繞行好望角 則必須要投入兩倍以上的運力 才能夠因應歐亞貿易需求 那航程天數拉長 增加航行的成本 進而對這個運價形成支撐 那其中呢 這個歐洲縣以及美東縣 受影響的程度比較大 那國內的航商 則以長榮和陽明為主要的受惠者 展望後勢啊 這幾個非常態事件的發生呢 將有利於消化貨櫃海運 淡季期間的過剩運力 支撐運價走勢淡季不淡 那以上呢 是這個航運族群啊 近期的一個焦點資訊 好提供你們做參考 那最後呢 我們一樣幫大家整理 上週外資投信 兩大法人同步買超金額 前20名的個股 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裡頭呢 各位會發現 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個股啊 大概都是跟AIPC相關的 包括呢 從比較上游的半導體啊 IG設計啊 記憶體 到下游的品牌 以及呢 這個代工的部分啊 大概呢 最為大宗 那當然呢 這裡頭也不乏一些獲利好 相對啊 機器低本益比低的一些大型股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來多做功課 來詳細的做研究 那今天呢 我們益勝說給你聽呢 到這邊結束 那各位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繼續說給你們聽 為甚麼 謝謝呢 謝謝 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